大家好,我是宣問喜,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四個字,什麼時候怕完,再加一個問號 先講市場的情況,今天市場出奇地靠穩,因為昨晚美股狂瀉 今天港股大家都以為不太多,誰知道低開之後反覆向好 前日到升,升到72點,收到26893點,成交1179億 今天市向好,騰訊既手工,升到2.9% 一股就頂著,加上另一隻科技股也有不錯的進漲 那就是順雨,升4%又多,連同內人股也是升的 包括建行成為市,今天能夠頂著美股,跌1000點開外 而能夠小升收場 好了,整個形勢,剛才提過了,昨晚美股走勢認真 就造高,看看這個道指的情況 跌1031點,28000點都失手了 但今天港股就出奇地硬正,並未下跌 一般的解釋當然是,昨天港股已經先跌了 跌了,今天就不跌 那不跌,然後後市是怎樣呢? 是繼續升,還是在市的低位呢? 穿不穿低位呢?更加關注大家這點 低位是多少呢?26100點左右 這個情況就視乎,我點提過幾個字 加個問候,就是幾時驚遠 幾時驚遠,是兩個層面的說 首先,就是疫情的發展會影響到大家幾時驚遠 疫情,這幾天當然是非常恐慌 南韓爆到大龍,新確診的人數天天都急升 加上,除了東、北、南韓之外 歐洲的意大利都亂了 有些直線向上,令大家非常恐慌 因為畢竟南韓半導體業很重要 如果這樣做,大家擔心半導體業 而意大利北部都是一個工業重陣 所以大家說,很害怕,跌到就亂了 連美股都跌了 疫情發展,如何左右大家驚遠未呢? 第一個就是,現在南韓和意大利的情況 大家都慢慢慢慢消化 以致反映在股價裏面 這兩個國家的情況,大家都遭遇了 現在反而是,這兩個國家租高原之後 會不會進一步,蔓延到其他重要經濟體呢? 現在大家最害怕的就是美國 因為美國暫時仍然情況非常良好的 幾十宗,新確診的數字 大家第一個關注,會不會蔓延到美國 如果沒有蔓延到美國的話 維持大減情況,短期內 大家的恐慌就會稍微減退 這是第一個,要對疫情發展的影響 第二個,除了關注疫情 萬萬而易之外 另一個,但是一般都比較少提 因為大家在恐慌階段 當然是說,多少確診,多少人死亡 但其實,對於投資者的照片 就是在這個情況裏面 想到如何自處 更加關注另一件事就是 傳遇的情況,傳遇的情況 特別是藥物的問題 現在其實,瑞德西偉 美國的藥,已經在和漢裏面 做臨床的測試 有七百多人測試 七百六十一人,根據這些數字 在進行測試,看看療效如何 正式的結果,在四月底公佈 準確一點,在四月二十七日 正式公佈,這個療效是怎樣 如果說,一公佈出來,很棒 大家一天都乾了,有得醫 就不用那麼害怕 是否等到四月二十七日才知道結果 才不用害怕呢 通常是未必的 通常,如果在這個過程裏面 相信,如果真的行的話 或者真的不行的話 之前應該多多少少 有些風聲流出來 令大家知道 這個藥究竟是治療 新冠肺炎的療效有多厲害 是否可以從此 憑著這個藥 釋除大家對這個病毒的憂慮 或者恐懼呢 所以大家留意著 疫情發展是兩方面 美國會不會遭殃 以至新的藥 一般認為 相信是最有效應對疫情的藥 究竟到臨床階段 武漢是否真的可以使用呢 大家關注著風聲 這是影響著市場 會不會怕完 怕完就好 這是從疫情的發展去看 第二個 當然看金融市場的反應 看看是否怕完 金融市場的反應 可以從資產價格表現 去看看市場是否怕完 剛才說過了 今天市場能夠反彈 其中一個比較正常的解釋 或者一般的解釋 就是昨天節制 但是另一個解釋 其實也可以說 避險資產 其實是少許回軟 反映市場的恐慌情緒 先停一停 沒有這樣 繼續上升 反而放緩了少許 看到什麼指數 比如美匯指數 就是看到這個情況 下跌的明顯 逼近100之後 逼不逼聲 就連跌 之前跌了 接著 昨天就嘔吐氣 今天又再向下 這個是有理 市場的情緒 未止進一步恐慌 另一個 大家關注的指標 就是黃金價格 黃金價格 也看到明顯下跌了 又是高位 1700元左右 又是磅磅磅 又回到1645 即黃金 也是所謂避險資產 以至 美匯指數也是避險資產 兩個資產 就見到 一個回軟的跡象 多一點反映 市場避險的需求下降了 對風險資產有利 所以以至 廣股能夠反彈 當然加上 道指昨天跌了一千點 今天是亞洲時聯交易的 道指期貨 一度彈了兩百多點 進來的時候 做節目之前 剛剛檢查過 也是 彈少了 但都已經七十點 都支持港股 今天彈了一些 究竟 今集 稍稍回落 避險情緒好像降溫 究竟會不會 風險偉納 或者風險 避險情緒 就平息 重新 對風險資產有興趣 就看幾個重要價位去判斷 先說回美匯指數 如果美匯指數能夠 其實穿上升軌 穿前浪頂的支持 98.5 顯示市場的風險情緒 降溫 沒有那麼害怕 有些驚豔的跡象 這是第一個 道指走勢極差 今天穿了前浪底 又穿了一百天線 顯示初步來說 比較弱雞 但如果能夠 這個重要位置 守衛這個 以至二百天線 二百天線 無法展示給大家看 大概一百七千三 這個前浪底 大概二百七千二 大家留意著 如果能夠搜到 顯示風險偉納 可能慢慢改善 黃金就是看這個位置 前浪頂的支持 以至五十天線 五十天線 大概一五六零左右 前浪頂 就一六一零左右 這幾十元 就很關鍵 大家留意到實一實 指十年期國債 知識就看這個 這個就是前浪底的阻力 能不能夠 就反轉頭 如果出現這幾個狀況 守得到支持 又反轉頭 克服阻力 就可以視為風險 為了改善 可能是反映市場 就暫時驚遠 有利港股 就出現一個反彈 講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請多謝好 請多謝 多謝 請多謝 оче 明明 來 請啊 請多謝 就 請 感谢观看